安... 若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又回到我們苗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 要繼續來打我們的風雲貓咪塔好不好 一堆人都說風雲貓咪塔怎麼那麼久沒出 欸 拜託 欸 才一天沒有出風雲風雲塔 你們就受不了了是不是 好啦 沒問題好不好 那我們上一次打到我們第21層嘛 那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所以其實接下來關卡的挑戰 也真的是應該會非常非常的難喔 那我們接下來要打的是我們22樓啦 那我們這一次的隊伍 就把那個我們淘汰狼那隊換掉了 我就直接換成這隊上來了喔 因為我剛好也把我們那個 甩手貓直接把他三接了 我來看一下甩手貓到底三接有多麼猛烈 然後繼續把我們男人放上來好不好 優凡斯 然後就這樣的陣型來去打打打看我們的 第22樓 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覺得之後的關卡大概都應該要打個兩三次吧 因為沒有那麼簡單喔 OK 我們就來看一下22樓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感覺好像沒那麼簡單 OK 聽到這個聲音我就覺得怪怪的 有鬼 OK 一開始就出現我們的燕子囉 所以這一關大概是以漂浮敵人為主啦 那待會如果要換的話就可以組個漂浮陣型喔 哇 這邊呢哇 嚇死我喔 那個飛跟子彈一樣快啊 哇塞 這個燕子 那其實這個燕子應該算還好喔 就我們的那個拉面王跟強包擋得住喔 那接下來就是 哇 也太硬了吧 這個燕子也太硬了吧 哈哈 給我們那個大狂牆大概可以擋個一兩下攻擊 應該是沒問題的 OK 擋兩下齁 整擋兩下 然後 擋了超久欸 喔終於死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出我們的坦克喔 我覺得先出個龍攻守好了 穩定一下軍心 我不知道待會 待會會出什麼出來阿 來 我們已經撞塔了 已經撞塔了 喔完全不敢想像 忍者貓叫一群燕子喔 那所以這關大概就是要 哇 也太多了 等一下等等等等 太多了 欸 好險 龍攻守好猛喔 哇賽 龍攻守一土 就死一群了 所以其實還算可以 欸可以可以可以 這關還行還行好不好 我們可以順便測試一下我們甩什麼 哎呀 嚇死我了 不愧是龍攻守阿 龍攻守 讚讚的 一土就死一遍 欸等一下等一下 待會等一下龍攻守也被打死 所以我們不能太開心 我們這邊的話 大概敵人就是我們的那個 大概算是我們忍者貓吧 因為我們就是 欸等一下 我才剛說完 燕子來太多了吧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要 要趕快扛住陣線 然後把燕子給解決之後 然後把我們那個 忍者貓給解決 才可以打贏這關 喔欸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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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定死定死定 打不贏 打不贏 哈哈哈 燕子太多啦 哇 這燕子該怎麼辦呢 欸 其實忍者貓也是要扛的欸 哇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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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太 剛剛一時間太開心了 因為想說 我們的龍攻守那麼猛 忘記了燕子會一直出了 哇 這樣有點慘了啦 慘烈慘烈 待會一下思考一下 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邊的話 可能帶個打漂浮大大傷害的來試試看好了 我覺得這邊 欸 燕子的速度好像稍微趨緩了一點喔 我們如果能夠一直趨緩就最好了 哈哈哈 完了完了完了 而且我們現在美女神 是打不到我們忍者貓了 這樣有點淒慘啦 哇 而且開始在打塔了 別啦 哥 燕子陣型 哇塞 我想一下喔 好的 那因為我們剛剛打過一次之後 發現那一關基本上都是漂浮底喔 而且是燕子一群再加上我們忍者貓啦 那我們這次的話就把我們漂浮陣型帶上 我想說就看看我們的暈暈陣法好了 所以我們就帶上我們的炸滿貓 還有我們的班長貓喔 那因為忍者貓剛剛就一直往前進 所以我就需要一隻把他擊退的角色喔 所以我們就帶了這隻狼女 然後來試試看我們那個大傷害的小丑 再配上一隻漂浮敵人的坦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能不能挑戰成功 我覺得剛剛那關其實還算是滿滿滿麻煩的 因為其實忍者貓就是一直不斷的在攻擊 然後不斷的在推進喔 而且燕子太亮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來再挑戰一次看看吧 Let's go 22樓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簡單喔 那22樓的話基本上一開始就出現我們燕子 就先把他努力擋住吧 那擋住之後好像要碰塔之後才會出現我們忍者貓 所以就不用那麼緊張 我們可以在那之前先疊幾隻 那個能夠暈我們漂浮敵人的就OK了 欸他是不是沒有暈啊 還是其實他不是漂浮敵人 你不要跟我說燕子不是漂浮敵人欸 欸感覺好像不是欸 啊完蛋 慘兮兮了 完蛋啦 不會吧 燕子不是漂浮敵人嗎 啊死 悲慘 悲慘世界了 看來漂浮敵人的暈暈戰法是沒有用的 不過我們應該是可以暈我們那個忍者貓喔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試試看喔 我們來暈暈看忍者貓 可是他不是漂浮敵人那是什麼 他是一半敵人嗎 哇塞 那待會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先用龍弓獸跟八戒來坦住喔 因為我覺得後面就是坦住之後呢 那個燕子的數量好像就只會變成就是出單一一隻喔 所以應該是還好的 那我們就在這紙之前呢我們就先存點錢包 然後把那個 比較強力的一些坦克都先派出來喔 應該就沒問題了 因為待會碰塔的話就會蹦出很恐怖的東西啦 那我們就是先不要讓他那麼快喔 其實或者是我們待會直接用小丑去爆 就是爆一下塔 感覺好像也是可以喔 完了完了要碰塔了 呵呵 太快了啦 太快了太快了 這邊的話我先疊點盾起來好了 先疊起來防著 唉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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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忍者貓出來了忍者貓出來了 那燕子的數量是會慢慢增加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沒事喔 其實很有事喔 哇 救命喔八戒 八戒 轟死他們 啊沒問題這一個轟 可以完全沒問題喔 那轟掉之後呢 我們就是一樣在後面繼續疊我們那個 欸薩滿貓或是蚌長貓 來試試看能不能暈到我們那隻貓 OK 這樣把他們一群直接解決之後其實是好事情喔 加油加油加油 那這邊的話我們再繼續出繼續出 那也怕我們的小丑貓出出來打我們的那個 欸 欸有欸剛剛有 還是其實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阿 我們的薩滿貓的剛剛那個 我太非洲了所以一點暈都沒有 他剛剛是有被暈到欸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 所以這關是可以用暈暈正法的喔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那我們再派一個那個狼女出來 讓他不要那麼快的那個推進喔 OK啦 哇那漂浮敵人碰到我們這種暈暈陣型 就只有哭哭的份啦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關22樓沒問題 就使用我們的暈暈陣型啦 用我們的番長貓跟我們薩滿貓就沒問題了喔 想當初我也是這樣的方法來打我們的噴噴老師了 完完全全沒問題啦 嚇死我了 可是如果這關如果沒有用那個暈暈正法的話 感覺就要火拚喔 那感覺就是你的坦克量要多一點 或是 我待會來試試看能不能用小丑打法好了 因為 感覺好像也可以用小丑打法看看 就是我們待會就來嘗試一下可不可以直接用小丑爆塔法 因為基本上只要能夠撐到前面 就是撐到讓小丑打到兩次塔的話 基本上就沒問題了 加油加油加油 這個沒問題 而且打過去的感覺小丑就可以直接爆塔了喔 加油吧 那打到這邊的話 你們有沒有看到後面的燕子的話 他就只會出一隻一隻這樣出來 那就其實已經撐過了那個燕子的那個多多期了好不好 燕子很多的那個期間 那其實就不用那麼緊張了 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碰塔了 我們的小丑爆一下塔 大概塔就快爆了好不好 只要再把他往後推一點 往後推一點OK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等小丑爆塔囉 小丑直接 就結束 你們有沒有看到 小丑 啾啾啾 好沒問題 直接挑戰我們成功 我們22樓 那我們再挑戰一次 我們這次用那個小丑 看能不能直接疊小丑過去爆塔 因為其實一開始的燕子就只有一隻 而且死掉之後呢 就不會再出那個 就要碰塔之後才會出燕子 我覺得就是可以先那個 等我們的那個 扛住之後呢 就是用我們的那個小丑來爆塔看看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先出我們的那個 欸欸等一下按到22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先出兩隻盾牌 先把陣線往前面壓一點 因為待會的話 可能就是要先 讓我們的那個小丑能夠扛住兩下的傷害 所以我們待會要先出一隻小丑 然後 靠小丑把燕子打死之後 看一下能不能用小丑來個那個 直接爆塔流喔 可以沒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就先出點盾牌喔 那雷點前叫我們的小丑出來 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這邊的話 就來看看吧 然後等一發貓砲 因為到時候他們一出來的時候 趕快先用貓砲把他們打後退之後 然後再叫我們的小丑出來 然後把他們打死應該就沒問題 看一下能不能直接用爆塔流喔 那我們先別先雷點錢叫一下小丑喔 其實燕子的攻擊力還算蠻大的啦 所以也不用緊張 就是他會直接被我們打死 應該是不太 不太 不太會欸 所以應該沒問題你看有沒有 撞個幾下我們那個怪物就死掉了 不是我們的貓貓就死掉了 不是怪物喔 看 我們的強貓死了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叫出我們小丑 然後繼續出我們盾牌喔 一定要保護我們小丑喔 讓我們小丑來做個輸出攻擊 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是一直出 那後面應該可以疊個幾隻薩滿貓那些的 就是來出來暈一下喔 因為待會的話 他們也是會有那個陣型出來 OK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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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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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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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撞撞 快撞 小丑 快撞 阿有 可以 所以是成功的了的喔 就是直接就是用我們的那個小丑直接爆塔 所以二十二層的話應該可以這樣打啦 哈哈哈 哇 好驚險 其實燕子真的是超恐怖的 因為他的速度很快喔 就是一般人看到這種局面 就會覺得好緊張好緊張 OK 這就是我們的二十二樓啦 那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打法 或是跟安全的攻略方法的話呢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還有分享給其他需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的頻道的話 可以按個訂閱喔 那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好啦 我剛剛說掰掰你就一直叫喔